是1906年 已經是開始興建了 41年這個魔星嶺耀菜遭受到猛烈的炮擊 C出口出 就不是這個小巴站 在前面的很多樹根的門 還有一個免費巴 有時候有一班車 今天特別是兩班 所以要看清楚 我們錯過了4點 所以要坐4點半 就這樣了 波士街石場處是8年歷史 很誇張 在香港地已經很少見了 原來是這樣的 需要做了分半開 需要預充時間 要上頭要廢車 其實魔星嶺 我們現在圍著它 不過就算搭的士也要60元 不過就算搭的士也要60元 這裡很漂亮 我們看著那個人下來 看看能否過得及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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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加哥大學 也是歷史遺跡 今天會下來 好了 現在原來這個位置轉上去 原來都說 對著的 就開始上個魔星嶺了 那樓下這個芝加哥大學呢 都要有巴士站 很窄 好窄 原來這條路 很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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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晚上就 要帶電筒 就這樣吧 好了 這對紅色牌 轉左 不要去右邊 右邊是另一邊 左邊 好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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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上有很多遺跡 原來真的好窄 走下來應該都要 走下來應該都要花很多時間 聽人家說一個小時不是真的 好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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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了這麼多 staycation 這次來青年女社 staycation 九曲十三灣 試了這麼多 酒店staycation 這次來青年女社 終於是來到 摩星嶺青年女社 看到其實有很多遺跡 這個叫做 炮兵指揮所 現在進去看看 今天天氣很美 看看看不看得切 可不可以去得切 樓下的觀海 看一下 看下 看下 看一下 看下 看下多漂亮 你看下多漂亮 看下多漂亮 嘩 視野和今天的風景是完美 嘩 伊吉巴呢 但是我們不是買很多東西上來的 所以我們怎樣 最後還是會下山的 剛才就說 問過了 走下去只有五個字而已 嘩 人家就在這裡慢慢享受 這個青年女社是伊吉巴的 這個景是無教的 即是伊吉巴的那個景 不過這裡要小心 山樓要看清楚 因為太RAW 嘩 這個天氣 嘩 無敵啊 而且以前這個都是一個炮台位來的 所以現在設計呢 都是一個炮台 嘩 好大好大好大 嘩 截了 嘩 我想和伊吉巴只剩下一次 嘩 我和伊吉巴只剩下一次 我和伊吉巴只剩下一次 嘩 上廣島西 好 放下東西 嘩 名義是Vacation嘛 好 介紹一下房間 就是這樣 哈哈 那你青年女社的照片是怎樣 對嗎 但是這裡呢 給你有個景可以看外面 當然你晚上睡覺要下鍊 不是表演給別人看嗎 對不對 那就一眼看完 就這樣多多了 那你沒有辦法 浴室那些全部都是要共用的 那我今天就拍浴室給你看 對不對 那我們要趕時間 去一去看山頂 就不是要看一路 那你下山 就是這樣 沒有人 沒有人 在那裡拍到 那天洗澡 那些就是這樣 是共用的了 沒有辦法 那就算了 都是乾淨幾里 對呀 那營舍其實有紮營的 也都有這些房子 那色隨專便 那但是這樣呢 那景就是一定會接班的了 那很多人在那裡爭著 可以說要拍照 不停拍 不停拍 慢慢拍 拍到漂亮為止 那我們現在五點了 趕時間 要回到剛才的芝加哥大學那裡 旺日落的 嗯 快點快點快點 好 飯堂 有水針 那我明清年女社 你用完的東西要洗 那這個 沒辦法 你只是幾百元一個住宿 一晚的嘛 那你想怎樣呢 那你很多芝加哥大學要自己帶 那用完的東西要自己洗 好啦 那還有就是 剛才就不只是幾百元一晚的 他還要逼你呢 是 要做會員的 不過是百五元而已 那一個人呢 就可以帶三個進來 所以就算是兩個住的話 你只需要一個人入會就可以了 Anyway 那當我們知道要被迫入會的時候 可能 有些意外 不過不要緊 我們現在就下山了 那時間關係呢 我們就不會 上今天的最高碟 也都不會看現在 呃 遺跡的遺址 不看著了 所以 上去五分鐘 不上去住了 這個炮兵指揮鎖 都不去住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去 炸炸臨下山 炸炸臨 那這個全部以前都是軍營的設施 有些就已經荒廢了 有些就不知道他們用了什麼作用 那剛剛說了有露營的 那我就 對露營沒什麼興趣 最主要是辛苦的東西 你要揹這麼多東西 又要揹個型 又要揹阿波蘭餐 那有五大炮台的 9.2吋口徑的大炮 那現在的炮就沒有了 但是起碼有些遺跡 是坐落在 散落在不同的山頭 有兩三座 也是在芝加哥大學的遺址 那個遺址是給了芝加哥大學 我們做一個校舍 但是那個時間關係呢 就玩不了那麼多東西了 那你看回路 其實有很多是山路來的 此路可以去維多里路 非常好 日光日白 當然是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不懂得跟車路了 我們直接 下樓梯 我已經帶了電筒了 所以應該都沒有問題 來這裡尋休探秘 在芝加哥大學 都是那一句 日光日白是沒有問題的 涉時遲那是快 裡面也有一個 可能是機窗堡的位置 這個看得不太清楚 是啊 嗯 嗯 但是放滿了東西 都 不過現在清涼天都OK 如果你夏天呢 熱到死 還有很多蚊 哎呀 你去探險都不方便 你看看 多漂亮啊 對啦 為什麼要打蚊子呢 忘了開那個家文錶 看多高 不過anyway呢 這條都好像一條天梯一樣 一直走一直走 一直走 踩上來的時候就金了 那下樓就 下樓就OK的 就可以上 這個 摩星嶺交流區 和青年旅社 那我們就突然避了一條 車路 不用鬥得那麼緊 繼續走 那這個是 什麼遺跡呢 有些廁所 有些牛棚 不知是什麼 隨 力 不知什麼 遲些才看 啊 和阿發的信號很差 在這裏 未必所有的位置都是有信號的 這裏有一條樓梯上 我的興趣是可以去 應該去個炮台的 想不想去看一下 還是時間很緊迫 因為要看下樓 沒辦法 所以我們 不上了 繼續下山 又有個寶 雖然是倒塌了 但是有樓體上 應該是剛才駁到的 這裏都 趕快走上去都OK的 但是還是那句 沒有時間 人生苦短 我們在夕陽無限好 就想看夕陽先 好 好 這裏 這裏 這裏是 這裏 這裏是 這裏 這裏是最高的 這裏 這裏是 它在下地裏 對 後裏是 這裏 喔 這是一路 對 是 從這裏 這邊可以到達 好,謝謝 原來不是圍著那個山仔的 就是一小段來的,剛才那個 那些人都覺得這個是一個 一顆星的山徑 如果你跟車路 跟車路 你不要走一些RAW的地方 很危險的你 就是除了你不小心滑倒 通常聽鬼谷是什麼 現在呢 是不知為什麼 行山會有意外的 有東西推你的 弄你不死,滑倒跌倒 那現在還是有陽光 封了 這裡是其中一個以前軍營的地方 封了 不知 我們時不時都有很多不同的樓梯 那如果你 尋休探秘 嘩 很多地方 可以去 探險的 嘩 應該都第三 第四條梯 又是 不知道是機窗堡 還是炮台 那你逐個去 逐個去 去 去研究 都研究很久 這樣搞法 好,現在5點4 那真是 五個字左右 一邊落到 是真的 不過你踩上來 呢 就這樣了 我們都看到 跑多豪宅了 今天看到貝沙灣 啊 啊 盡頭 哇 多漂亮 但是今天 今天日落 好像又多了 一些雲 看看是否看到 去看西高山 看著摩星嶺 是很小的 怎麼知道 原來 有這麼多 checkpoint 玩 可以 有這麼多炮台 啊 機窗堡啊 一條樓梯啊 但是明天呢 才研究 好啦 我們就是 下回大馬路 那一過馬路 就到那個 什麼 大學 那個校舍 穿過去 就可以是 去到那個 的 有個 觀景台 也都有炮台的 那 看看先 好 那巴斯站 就在正我們這個 上摩星嶺的斜路 那你真的想省錢 不搭的士的 就可以搭到來 硬上去的 是1906年 已經是開始興建了 決定興建 11年呢 就投入應用了 OK 即是五年之後 就投入應用 然後就是要面對 日軍 那其中 3號4號炮台 是三六年的時候 移走了 去了赤柱 41年 這個 摩星嶺要塞 是遭受到 猛烈的炮擊 1945年 英國 光伐回港 那麼 摩星嶺 再次是成為軍事 設施 到59年的時候 然後呢 就退役 好像說 過不了消防條例 走吧 終於 過到蛋黃出來了 醫院 有